请收看 维新世界 用意立人天 人类意志愿 人类合适去 为国家亲手道 为国家来健康 大家学业劲 做人出事好安心 大家学业劲 身体健康心安眠 身体健康心安眠 大家学业劲 最受感触好顺心 最受感触好顺心 大家学业劲 人类改双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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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赌劳 人类改双劲 并敌栖辱 根本都别把什么 écran garage 而所为 人类改双劲 曾经的研ublik software 风水就是天理,风水就是天,那是一个人跌天吃梦,那是跌了风水的发展,也是要梦,所以事业做不成,工作做不成,有时候工作有在做有贪,但是钱都记不住,这都跟风水有很大的关系。 人一天所吃的是悠患,但是做的功德,这是无限的,风水是人生,人生也是风水,风吃就是人的思想,水就是人的行为,所以风水是人生,人生也是我们的风水,风水的描发就是天理,也就是天理,人不可以跌天,风水的发展,绝对不可以跌跌。 今天要用于人天,我们这三位法师,我们现在就来介绍,第一位就是我们竹南道场的主持,元宇法师,元宇法师,元宇法师你好,阿弥陀佛 你好,阿弥陀佛,各位信众大家好,我是竹南道场主持,元宇,阿弥陀佛 接着要来介绍就是中港道场的主持,元宇法师,元宇法师,你好,阿弥陀佛 阿彌陀佛 各位觀眾 大家阿彌陀佛 我是中江道庭主持官員 也是阿彌陀佛的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跳一台港式 大家好 接著介紹就是台中道場元申法師 也是我們世界台商服務聯社社長 元申法師 你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各位善信大德 師兄師姐 阿彌陀佛 我是世界台商服務聯社社長 國際組元申法師 大家好 阿彌陀佛 每一位法師 大家都是在疫情風水這個區塊 跟隨師傅學修都是非常的精進 而且大家都相當有智慧 大家要上課 阿彌陀佛的時候 那種感覺 那種聲勢真的是非常的好 不過我們知道說 法師雖然是法師 可以跟隨著師傅來為國修道 為民祈福 都是幾十年以上了 但是到現在呢 還是由師傅 親受的博士班來讓這些法師更精進 所以我想利用一點時間來跟我們法師談一談 博士班上課的這種心得 好 阿彌陀佛 那講到這個博士班 說實在話 是非常的殊勝 因為到了這個年紀 還可以跟在師傅的旁邊 然後再繼續聽他的教誨 覺得很不容易 那一開始我自己本來是想放棄 我覺得說 非常的累 而且很辛苦 但是每一次上完的時候呢 我就說 感謝老主給我們安排這樣一個機會 因為學而實習之 不亦越乎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可以交到不少的 我以前不認識的法師朋友 就是與朋友交 而不越乎 然後再來第三次 傳不習乎 就是師父所傳的這些法 如果說你沒有經常去複習 你就會忘記了 所以能有這樣的一個博士班 說實在話 很幸運 也很幸福 是 謝謝 是 是 是 所以原藍法師 想這個博士班的心得 跟我們分享一下 來 中孫學時 中幾年有比較貼入一個電話 說是鄭州大學的 中孫學時的調查 問說你幾歲 說七十歲 你騎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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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 我們託心靈上的含衛 託 心靈上的含衛 對 我們民宿有聽了十五個口 就對我們人生有進一步的了解 他說你一個月有剩幾個口 我們剩兩個口 兩次剩幾點鐘 說一次都剩八點鐘 說哪有這關鍵好的確定 所以剛才演繹話師說 我們會接受到很多補色師 加同學 還要繼續來學習 我們在那裡有這個理由台中的廟法 很感恩 是 是 那原生法師聽聽你的心得吧 我們常在講人活到牢誰到牢 這種年紀還可以跟著師父 一起來學習《易經風水廟法》 這種是一個很值得我們自己安慰的一個機會 因為教初級班 所以說有很多的都一直在進步 那我們藉由教學相長的方式 當然得到了很多的這些學問 但是問題沒有師父一直在教導 真的 我們沒辦法再接觸更多的這個廟法 來教給各位 所以說這是一個我覺得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所以很慶幸 也似乎還可以很慈悲地教我們的廟法 沒錯 有一次我們博士班 剛剛好在台中道場的四樓上課的時候 大概 我看到就說這些法師 在學生的學員的面前 大家都是法師的樣子 非常的有尊嚴 但是這些法師在一起的時候 上課的時候又像小孩子一樣 我也覺得說真的好有趣 所以說真的 我們好像一家人一樣 真的是天下一家親 當然我們知道說在我們104年7月份的時候 我們的國高中的這種教師研習營又要開始了 所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說讓這些老師們來上課 知道孩子的心性 小孩子要怎麼樣輔導他 因才施教 所以緣語法師想要請你來談一談 因為你現在也是這個教師研習營的班裡面的講師 那談一談這個掛像的真實意 那什麼樣的掛像呢 表示孕圖不佳 好 關於這個掛 首先我們先想讓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說 並不是說拿著竹子拿著牽頭甩一甩 我們這樣的迷信 其實當你要是說 不是供高我慢著 你知道說宇宙中 並不是只有我們眼睛所看得到的這些人 還有我們所看不到的一切的能量 當我們非常地誠心 在問上天事情的時候 拿起你的牽筒 當下一搖出來 那代表的是宇宙中的一股氣 它帶動了一個樹跑出來 而這些樹組織起來 就變成了一個掛像 所以當這個掛像一出來以後 我們常常會覺得很驚訝 為什麼會這麼準 這個他怎麼知道 事實上就是說他就是知道 所以掛我常常講一句話 它是一個密碼 是在上天跟我們講話 然後在六搖之間的話 又在有一種互動 問題是說我們看得懂還是看不懂 那我為了要去了解掛 所以我也花了一段時間 去把這些掛做一個整理 那如果說碰到要是有人 就問說 我最近的這個運很不好 那這個時候怎麼看 那今天現在這個部分的話 是要學過的人 他才聽得懂 也就是說 當我們要看掛的時候 就把自己當成是四搖來看 比較容易 是 如果四搖修求無器 又空破目絕 或者是說四搖化退 或者是四搖化回頭課 要不然的話呢 就是掛裡面 遇到了這個寄神洞 仇神洞 都代表現在的這個運不好 那因為修求無器 就代表說你這個人的 這個本身的正能量已經弱了 那如果說你正能量弱了 你又空亡 就代表你這個人的心很不踏實 所以做出來的決定 常常會出錯 那如果是破的話呢 就更糟 就代表說是 隨時都有災禍在你的旁邊 那你必須要小心謹慎 那碰到是木的話呢 就代表說你現在的運 已經很暗了 很暗的時候呢 小心被困住 所以木的話呢 也要非常的小心 那如果是絕的話 就代表說啊 你現在已經走到這個絕路了 走投無路了 你當下要趕快知道 如何返回 然後找到它的正能量 那假使說絕遙是劃退 就代表說你一開始啊 哦 目標很大 到最後呢虎頭蛇尾 然後做起絕的話 就慢慢就提不起這股勁 那我們就知道說它的狀況 那如何去調整 那如果說是絕遙是劃回頭客 他常常會一種自我的衝突跟矛盾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也會跟他講說 現在如此沒有關係 我們先靜下來 把這個事情處理好 我們再進下一步 這就是我大概看到 就是說這個掛像上看到 運途不好的情況 那如果忌神洞啊 仇神洞啊 都代表說你旁邊就是有 冤親債主有小人 那更當謹慎 是 這是大致上就是 運途不好 都有這些現象 是 所以 這就是很多信眾到道場 來請示聖掛 那知道呢 希望可以消災結衣 真的從掛像裡面呢 可以知道很多 什麼時候你該進 什麼時候你該守 我想這是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你是盲目的衝的話 有時候真的是從頭破血流 到頭來還是一場空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師父常跟我們開始說 我們做人要守本分 因為人在世間 我們是在做事情的時候 真的不要做那種 超過自己本分的事情 我們常常聽到人家說 我們人世間的事情很無常 而且萬生萬物也是無常 但是我們人其實 我們知道我們有佛性的 佛性的雖然是有常 師父說 有當時也有無常 所以說 我們想請元陽法師 你來談一下 人生無常的真實意 我們人生無常 世俗難料 公主公公不敢 是人家嫁得到 那有一個案子就是說 民國九十九年 在這個我們發肥前 這個發肥 這個人 民國九十九年是六十三回 他本來是我們雷山 種古雷菜 不知道什麼原因後 身體一直沒來 目標一直沒看 所以後來我們海山大 經過人家介紹 來我們電工當中 那邊擲擲 像是他的病院 當時擲擲擲是 心包圍的無主日 擲擲起來火風鍋 變地風聲 就是第四季和第六季都緊張 比世俗三合 只要找齊 來生 來生世俗海水 我們以齊來說 如果齊三合來生世 當然是說 一定賺很大賺錢 但是齊來生多久 變一定越來越嚴重 我問說你年輕人就這麼漂白 他說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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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怎麼 一個人的女個背貴在前臉 我說你男生 你去一村也driveacz 爬山嗎 他說你以前 又這樣 Paris 他說沒有 以前他的地方會 hears 他十八歲時 itelCE 事件做 那時候 年代就是要叫他 叫他五十通年 五十六七年 那時候我們有加工業 是 女婦穿車在買東西 所以他都在穿車工業過 有一個小姐 叫他 有叫他 要給他看電影 他沒有給他看電影 那一禮拜後 那小姐又叫他那邊來講 他要給他看電影 他打電影 打電影後 那小姐感冒 他說過心 那沒問題了 十八、六十三歲 十八歲 四十幾年前 剛才他來 要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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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羅座頭前 半杯、三海星杯 念什麼家的阿彌陀經 念十五步 還要去辦超度的電影 我問我超度一定要去名 像我們在羅座頭前 師尾 問師尾 這名字不知道為什麼 是說十八歲 醜卵的情人 這樣十五步的 有所授阿彌陀經念完 還要經過水療法律的橋頭 身體會後 肯定做事 我說人生無形 不要把無形 才會珍藏 就是困難的受傷 是 我們要知道 這原人在哪裡 這個頭髮頭髮 主要是我們的困難 擺幹 是 所以當你學習學藝 開始懂得用意的時候 真的 你會發覺很多人生的密碼 在裡面 我們師父常在說 液晶的妙幻 就是說 如果沒有好的 我們就沒辦法現實壞的 但是如果沒有壞的 也沒辦法現實好的出來 所以我們常常提到就是說 液晶是陰陽相對待 上課的時候 老師就跟我們說 這個陽是一條長長的 陰是兩條短短的 這兩點其實都在陰陽之間 所以原生法師 我常常說這一次 你開班的時候 學員真的多得不得了 到時候坐下去了 我想請問一下 請你談談這個《易經妙法》 它的陰陽的相對論 真實意是什麼 我們存在宇宙之間 本來就有陰陽的存在 日夜有陰晴延缺 人有藍泥 這個天氣有好與壞 相對的都是一個相對的 就像師父常在開示 一化開天再化辟地 本來是一個陰陽 是 我用一個案例來談這個 這個陰陽 這個一個真實意 我記得我剛在印證 《易經》的時候 我差不多有20年了 有一回我的青商會的一個會長 他在做中醫師 我跟他去那兒 剛好有一個信眾 一個這個這個 他的性價 他的這個這個 白價來這個 感望 要來叫他開藥 是 他在幫他把脈的時候 我在旁邊沒聊 我就自己蘸個脈 我試試看 試試看 老祖孫師父 這個 交給我們這個 義經廟法 到底能不能用 我就幫他蘸個脈 我記得那個脈像 好像是無火 又夜靈 和日程都很旺 等到他談完了以後 這個 配個藥 讓這個 他的病患拿走了以後 我就問 我說某某某的會長 剛才這個 你的白價 是不是 這個燥熱 所以說的時候 一定要開一個 這個 這個火 鋼下來的這個油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說這個的時候 這個在掛中 我說我剛剛 順便取了一個掛 這個人的時候 那個這個火氣很大 身體又照熱 是 我的內外 可能的時候 你開的油 可能會很冷 他說 對啊 這個把脈起來就是這樣 所以說 用這個小小的一個案例 在我們人體當中 本來就是有陰陽 陰陽的調和 我們的身體才會健康 所以說五行相剋當中 也離不開著陰陽調和 所以說 師傅也一直在講 所有的宇宙世界 任何一個世界 都離不開五行 也離不開陰陽的調和 是 所以說何況是 我們當下 藍與你之間 都是一樣 是 所以說我就用這個陰陽 一個相對的 用在身體的部分 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我們這個離不開陰陽 這個是 這個師傅一直在強調 老鼠是一直在啟示的 是 所以原生法師 我們知道說 有當下我們有些人在用藥 或者是這個藥到底好不好 可不可以吃 那是不是也是用掛像 你就可以顯現得出來 對 我們這個益經的妙用 是真的真的 讓我們的行動 嘆為觀止 有現在的行動 剛剛我記得 那個年禮法師在上一節有談過 掛中 這個找醫生吃藥 天意旺 你盡量吃沒關係 但是如果掛中 天入虎藏 空泡羞 不行 吃得到 我經常在 學著師傅的口聞 你說 會啦 吃得飽啦 但是不一定會好 就是說 這個掛中 裡面沒有天衣 你在吃什麼都沒有用 是 但是如果有天衣 這個任何 隨便一顆藥 你就自然而然 讓你的病能夠痊癒 這個是我們應用 意見的妙法的好處 所以尋找天衣 要從哪裡尋找 如果你懂得髒瓜的話 你還可以找到好的天衣 我們就不用吃很多萬惡的藥 因為藥其實也不是好東西 如果說藥就是藥 還是藥 當然師父也跟我們開始說 凡事依法不依人 依人百事修 那我們觀世音菩薩也跟我們開始 就是說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 所以我們微信聖教 這是我們五千年來最殊勝的一個法門 所以在這裡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原語法師 用意的妙法會怎麼樣讓我們可以達到內心的平靜 易經的話應該是這樣講 它最重要是教我們怎麼去面對問題 那怎麼樣去解決問題 然後最後再去放下這個問題 那在還沒有發生之前的話 你任何事情你先去用掛 先用意先去看一看 比方說很多人他就想說我想買個房子 那你房子的話你先譜一下這個掛 看看這個房子急凶如何 你不要說買下去了以後這麼多的錢 可能一輩子賺的錢就投資在這個房子 最後發現房子不對 要改又沒辦法改 那我覺得說那個對人生上面的浪費實在是 非常的可怕 那我們說這個易經的話呢 它最主要就是讓我們能夠達到心安 那我們說以我今天來講的話 我覺得我經常用的是 易經上面的話就是說 家人的問題 比方說父母年老了 你要找一個看護 你要找誰 補一補 那個人的話呢 會對我們這老人家相聲的 那就是一個好的人 如果他來課我們 衝我們的話 我們不要挑 然後要幫帶這個老人家找醫院 也是一樣 要找呢 有天一的 而且呢 對方跟我們比合 或者是相聲的好醫院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不會說做錯誤的決定 那比方說有一個學生 他的媽媽就是在新竹的某一家醫院 那個醫院就跟他講說 你媽媽這個糖藥病就要截肢了 然後呢 他一聽完以後就一直哭就跑來找我 就問我說怎麼辦 我說沒有關係 我們來普普看 結果我就說 你換到某某醫院 你到那邊去 我說那邊子孫瑤很旺 可能的話會有辦法 結果他就換到了新竹的這家醫院以後呢 那家醫院對他媽媽照顧無微不至 最後沒有截肢 所以他為了這件事情 他常常跟我講話說 他說我很感謝老師 其實你感謝我幹嘛 我只不過是幫你譜了一掛 他說但是老師 你的一句話 讓我媽媽那個腳沒有被截肢掉 所以說用意的話呢 對於這個父母年老的問題 還有小朋友的教育問題 還有我們的投資問題 買房子問題 還有職場順與不順的問題 就處處我們的人生 每一腳每一步 都跟疫經有密切關係 如果你會用 自然就會比較順利 這就是用意能夠達到內心的平衡跟平靜 就誠如剛剛我們的原神法師提到 就是疫經就是在一音一揚之間 原語法師也給我們提到了這麼好的一個案例 其實髒掛可以防範於未然 與其無所生 但是就是說你一定要靠你自己多修多學 萬一你真的是沒有辦法修到 那個自己髒掛的一個境界呢 我們有法師 你都可以來請示這些掛的問題 而且可以讓我們很多問題迎刃而解 但是我們知道說有很多人提到這個風水 覺得說這個風水好像是很玄 其實它就是在我們的一呼一息之間而已 宇宙虛空萬生萬物都是離不開風水 所以我們常在說眼耳鼻舌聲 其實我們有感覺 這都就是我們會感覺到 你有對這個風水的任何一種感覺 所以原來法師我請你請你講一下 就是請你談一下這個心靈的風水跟思想的風水 零與行的法藥 我們這個形目標點在看 我們悠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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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 跟理行團回家裡 所有人一直都走急診 走急診 手機也不適合 手機也不適合 一天腳踏車就說 我主持人主持人有附近嗎? 有了 老大你做什麼事就來了 我就拔一拔 我幾年三月拔主日 我有就請示範 說為何家中人口不平安 包括拔那些水蓋 當地山後變為風行 那五火五火的燒焦 那煮水暗冬 帶五火祖孫 暗冬帶天宵帶北厚 他自己本身洗澡是新逃 所以我現在也拔 怕他都拔 所以家中人一直不平安 我不是說因為五火是南冰 我說老大老大 那在南冰三月有什麼拔土嗎? 他就跟人數借 有啦 南冰 他就做土沒有的保鑑檢 他有大樓的地基 裡面有酒頭 把拿回去擺 拿回去擺 拿到他們家的南冰擺 是 我說是不知道後來 他說對 他想怎麼說 為什麼會知道是酒粒 五火是酒 因為火是梨瓜是酒 是 他說你如果說那種 你回去快點 向我們要讓普川家中的 陰煞七彼花 就要去打散一下 打散一下 他就要去打台中 所以他拔到就買很多湯的旁 剛才車底找到一張 我們法律的山寶師 沒法律 他就直接打散一下 沒法律中 還餵到這酒台的 這雙型 讓土地 這樣用一用 還要放完 每年法律要照顧 這樣隔天 他的家人 身體 都退休 所以 優性的 靈跟無性的靈 我們看不到 是 所以心靈剛才說 你一陣子 貪 你到時候貪 人家在那裡沒有事 你買到就有事了 對 貪的一部分 是 所以這孫子 他如果很感謝老祖 他說 老祖真是鼻 知道我們這酒台 他們去的家中人 都不賣平安 是 所以師父一直跟我們說 我們修行的障礙 就是貪稱之三毒 所以說風水的法則 師父開始說 這是包含了八萬四千種的一個法門 這是非常的重要 不過我們知道就是在說說 我們人其實是充滿挑戰的 為什麼呢 有一種就是我們身體的病 但是有一種是我們心裡的病 很多人在這個社會上 這麼樣的競爭 有這麼多人這個心已經生病了 所以在這裡我想請一下原神法師 請你談一談這個佛法道法是心病的良醫 我記得師父在大概一個月前 特別開示的一句話 他說心是代表你我之間的空間 他說心也是我們我跟菩薩之間的空間也叫做心 他告訴我們大五其外細五其內 在宇宙之間包含了你的心有多寬 它就有多大的這個為心 所以說這個 凡是我們的心病 不是這個 一些藥物可以醫治的 所以說真病無醫藥 沒有藥給他 真病沒有藥 是 假病才有藥 所以說要得到心病 尤其這個心病很多 包括我們躁鬱 憂鬱 心靈上的問題 心靈錯亂 種種的都跟心有關係 但是跟師父這一路走來 我的印證如果在各個宗教的這個 這個醫治方法裡面呢 還是用經 這條經 這個坐以經 才能夠真正解決心病的問題 是 所以說我們平常在談 談了很多一些藥物只能控制 只能這個 這個 來 暫時安頓著這些有心病的人 但是真正能夠解決的 唯有 這個用經 戰 還是說這個 做來這個解決 我講一個案例呢 我記者在師父課堂上曾經談過 在美國就是這個華倫班的一個師姐 他的這個媽媽呢 因為有這個躁鬱症 那後來剛好師父在那一年呢 傳著一個安心法藥 就是後來的我們的安心真經的前身 是 那他就告訴他 你就在你這個媽媽的這個前面呢 你就一直送的這一部安心法劑 那他就拿回去 拿回去就一直在送 送到一段時間 他媽媽的這個躁鬱症無形中就慢慢改善 是 改善了一段時間 他後來就發現 因了安心法劑 來這個在美國大量的滑行 來這個 推薦的安心法劑 對於這個躁鬱症有很大的功效 這個是用經戰 還是說用這個做 來這個醫治的心病的一個大面華 是 是 所以剛剛原神法劑提到這個案例非常的好 敵安坊間呢 其實有很多非常貴的這種心靈的課程 對 但是呢回頭過來 當然這個心靈的課程 我們覺得可以接受 他的這種也是希望大家心平靜 但是如果說你有接觸經典 誦經或者是念咒 甚至就是說 有一些就是我們聖賢的這種咒語的話 還是說剛剛提到的這個安心的法藥 其實都可以達到一個非常好的效果 讓我們的心可以靜下來 這也是鼓勵大家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心裡很亂 事情很繁雜的時候 難免可以都送一點經典 但是師傅也跟我們說 我們八萬四千種的法門 就有八萬四千種的煩惱 眾生他的煩惱多如牛毛 所以說其實每一個人 幾幾乎都有很大的煩惱 所以在這裡我想要請原運法師 你來談一下 如果說用沾掛得知自己的空 是空亡的時候 那怎麼解呢 好 那沾掛沾出空亡的機會 其實是蠻多的 蠻多的 對 但是有的時候就不用太擔心 假使說你的誓謠旺 那師傅有講過旺是不空的 還有他動的話也不空 所以望不空 動不空 那最後比較可怕的現象是說 他又充太歲 然後他又空亡 或者他又是犯了太歲又空亡 那師傅是說 如果你本身的這個運已經不好 又空亡的話 他說可以點燈 就是說點這個太歲燈 光明燈 就是剛才我們也曾經談過的 就增加你的正的能量 把你的元神照亮 那同時我還說 你點了燈以後 你不要說你點了 你就不去 我常常跟大家講說 你在寺廟裡面點燈 你沒事要來逛一逛 拜拜菩薩 然後跟菩薩靜下來做一個溝通 讓你的內心能夠更平靜 這樣的話就不會有些錯誤的決定 而且遇到什麼事情的話 跟菩薩講 菩薩坐在那裡 他不打你不罵你 你有什麼心事你盡量講 所以說這個是點燈 那如果說 假使那個掛裡面 碰到這個觀鬼窯動來客士 那如果觀鬼窯又帶著 陳蛇或白虎的話 那就要去拜 動來客士那個方向的土地公 那你要去拜這個土地公的時候 你不要空手去 師父說的 你帶糖果 餅乾 水果 金子 有時候拜土地公的話 他說土地公喜歡吃麻糬 然後帶著這些東西 就請福德正神轉師 轉師給誰呢 就是說我現在是空亡運 那我的身邊的話 常常有一些好兄弟 或者是冤親債主 就把轉師給他們 那你這時候 那鬼動來客士的這個問題 可以解決掉 那如果有些人 他甚至有幻聽 他總告訴我說 老師就是有人在我的旁邊 一直跟我說話 他還叫我說跳下去 跳下去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趕快準備三生 三生的話就是雞 豬 魚 然後也是糖果 餅乾 金銀 財博 另外帶救濟金 就是說我曾經捐了孤兒院 老人院的這個收據 去求成皇 那就可以解掉這種幻聽 或者是老覺得說 有一個聲音的這個狀況 就可以解決 那如果說他碰到是身體不好 又空亡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就到附近的這些宮廟 就是像我們早上才講過的 你呢 帶著這個病人的衣服 去過天公爐 對 然後再過主爐 然後之後呢 再給病人穿上 同時呢 盡量的送金回向 那他的病就會慢慢好起來 是 就是以上就是 如果碰到空亡的話 我們常常碰到 你說這怎麼辦 師父就是講了這四種方法 好 張瓜裡面呢 可以看到空亡 空亡的時候 好像是頭昏昏鬧頓 什麼事情 會集中做起事情 又非常的不順 那這時候呢 送金做回向 我想這是最好的 因為每一年 我們維新聖教 花在這個文書上面 這個錢真的是很難去估計 尤其像我們上一次 送金的時候 有一千萬部以上 看這文書要多少錢 可是師父真的希望 家家戶戶都能夠得到平安 這是非常要緊的 可是很多掛項裡面 我們從我們的補益禪機裡面 就可以知道這裡面 所有的來龍去脈 很多人讀過易經的時候 我都知道說 這個望向修求 第一個就是要背 可是呢 如果說元然法師 我們談一下就是說 望向修求裡面 這個望跟向用意的妙法 那怎麼樣去處事呢 望向修求就是 我們說五行之氣 金木水火土 當令則望 我生則向 像現在我們五月是火 火就是翁 土就是性 那火到一百分 土就是八十分 是 我們報告當中 我們剛才說 用心翁還是性 還是既心翁還是性 所以用心翁 放性 然後我們做事就表示我們身體健康 做事情才會成功 那如果 既神旺呢 那用心就修求囉 那修求的時候 你說做課 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 會再用一個課 來譬明 那一個宿舊 他客人來 說他 因為他家裡在修改 修改 修改之後 很累很愛睡 都沒力 手機沒力 只要我吃一兩星期 都沒有改善 要就擲一個課 用電話來聯絡 日五月五五日 站到烈火風 動低窯 那是窯身心修求 那五火五月五日又是旺 那既神旺嗎 那當然 我們家裡在擋頭一定偷耍 父母出宿 帶青龍 那表示 做得太累 那我接管你們是怎樣 我會想 像我們夏天 他才會撥下刷 我就唯一說 你撥下刷 他們去的 種植 你除了種植要去刮沙 去治療 種植吃腰比較沒關係 刮沙比較快 我們就去刮沙 那介紹他說 我們用師父所傳的 用在鬼谷獻師天德精 收精法 師父以為我們說 我們大家都生經生這麼多 我們就用這部經 自己或是跟我們家的人 親身朋友幫忙收精 這部經要念二十五保醫生 我們就要學生 祈求地主 內人生 發為了 身口義共養佛 共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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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養佛祭 俗風俗佛菩薩 恭請大廚大悲阿彌陀佛 大廚大悲觀音師父菩薩 大廚大廚大師祝菩薩 食王法界諸佛菩薩家族 地主內心勝 念祝祖生日 今天因為身體怎麼樣 我們在發燒不退 全心起情 大主代表阿彌陀佛 家族將一切在殃化為存 然後一拜 就在左七千 一千就是阿彌陀佛 右七千 一千就是阿彌陀佛 前七下 後七下 左七下 右七下 那就從後輩打七下 一次阿彌陀佛 他自己做了之後 他第三天我就主動打電話 吳老師身體怎麼樣 謝謝老師 我今天收了之後 身體都恢復了 所以望向修求 假如自己知道病因 那我們就用書的所傳的妙法 來解決困難 是 所以在我們的微信聖教 處處都是妙法 只要你有心 我們所遇到的問題 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剛剛我們提到了 在我們的不義殘疾裡面的妄向修求 這個妄向 妄跟向好像是比較好的 可是呢 如果你遇到的是修求 原神法師 這個時候的行事風格 要怎麼做 然後還要怎麼樣去防範於未然 師父曾經開示 孔子他說 防範於未然 老祖又開示 以其無所生 在我們老祖師尊的開示 還事用意 在我們普義禪跡裡面 我們用神 好的時候 我以最簡單的一個方式來 這個 這個談一下 就是我們的用神 如果是好事 我們喜歡妄向 既修求 如果不好的事情 我們的用神 既妄向修求 喜歡 既妄向 喜歡修求 我用個比喻來講 譬如說我要沾財做生意 是 做生意我是喜歡我的七財窯 用神七財窯 旺向 旺向 既然賺多錢 是 是 修求 沒有錢 那如果我用另外一個角度 更簡單的方式來講 我今天沾官司 今天沾官司 如果我用神官鬼窯 你旺向 那你這個 官司你也沒完沒了 吃不完都是走 五年十年還在告 那如果 如果官鬼窯 修求 沒多久 這個官司 就圓滿了 所以說 在妄向修求之間 我喜歡 這個比較用簡單的方式 就是說 好事 用神 我們喜 喜 妄向 既修求 如果 壞事 我們這個用神 這個 喜歡修求 既妄向 只有這兩句話 就可以把 剛剛我所談的 如何 黃黃與未然 與其無走生 最後沒辦法 我們就用意 來解決 我們不該 發生的 還是來 這個讓我們欺吉避凶 是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沾掛的時候 要看它是什麼樣的問題 對 而不是說只有沾到 妄向就非常好 對 如果是你剛剛說的是 官司的問題是妄向的話 那不是更好笑 那不得了 真的是 所以說這個 有時候你看 有的官司 告了五年十年 十年二十年 還在告 就代表那個妄向 又可能又合住了 那你這一輩子的話 就跟官司脫不了的關係 那就很麻煩 是 所以這就是我們學藝的 這個妙處的地方 不過因為上面法師都 各居一方 而且都是有遭受很多的學生 我想就是請教上面法師一個問題 跟初級班的這些學員鼓勵的話 而且要用什麼心態來做學習 如果說初級班的學員一進來的話 他們必須要有一個心理的準備 因為學藝經的話 要有信心 要有耐心 要有誠心 如果說你今天一進到教室 你就希望說 我就應該會普掛了 或者我就會解掛 你會大失所望 因為當年我們跟著師父的時候 我們也是嗷嗷嗷 我們每次也是聽師父 就在講故事一樣 等到發現真正碰到掛的時候 一定要自己去看書 再重新把它整理出來 然後才會變成你自己的東西 所以說他如果希望說是馬上學會 我相信他會很失望 第二個初級班的話 其實我個人上課的話 我大概會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我是把這個佛法跟道家的思想 我先給大家 如果當你有這些佛法的概念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有些事情真不需要問 因為你弄清楚了 其實你不過就是一個貪欲 那釋迦摩尼佛呢 他是講得很清楚 他說眾生之所以苦 只有兩個原因 一是慾望 二是執著 你一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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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慾望很強 所以你就痛苦 你拿不到你痛苦 第二個 你執著就是 你要聽我的 這是我的 我 那也會造成痛苦 所以我說把你的慾望先拿掉 把你的執著先拿掉 那這個時候呢 你用一個開放的心靈去學習 然後去交一些道上的好朋友 我會覺得說 其實是非常愉快的 受益很多 對 沒錯 圓然法師呢 現在初期班我是沒有開班 以前的經驗 就是說要有一個 講的用基礎五行的基礎 先給他出道 就像這五行基礎的和季節變化 和人生的關係 再來慢慢引導來拔刀 拔刀就要求人 要把刀裏都寫下來 是 然後我們全國的刀裏 我們就看普世正宗 生三不易 是 我的建議他們不要 把刀裏一定抄下來 不要只看過 看過要斷刀 寄不住 我也是這樣學起來 一刀一刀寫起來 重點 當然有病之處就是 夜破、入破、空網、過網、修囚 出面起來 你問什麼 這刀出來 我們就疑目了然 現在就是要跟他說 刀刀 就是剛才年生法師說的 你拔刀 拔刀刀的時候 由我不一定開口 所以他一定要跟我們 師父的妙好復産來穩養 穩養之後 他對他的人生有改變 家庭有改變 他這麼有信心 還繼續下去 繼續生經 所以生經 也是我們基本的庫庭裡面 有的學員 他黑瓜黑婆 像我們一個學員 七八十歲了 他七九十年來結年 他說我沒關係 我說我沒關係 我只要我們三個兒子 都在這個公家單位做庫庭 可以損失這樣就好了 可以損失就好了 他說一整整整整整整 所以他送到 當然孩子都有成就 是 所以說看看個人 因為你學了易經以後 你會覺得你有很多不一樣你的需要 雲生法師我們知道說 上次去做宣導 哇你那個初級班 真的是多得不得了 我常在想說 如果法師在這個地方上課 一定是精神非常的好 因為有這麼多的學員在上課 請你來看看 就是說初級班的這些學員 鼓勵他們 而且用什麼心態來做學習 是最好的 我對於新進的初級班的學員 我都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要知行合一 一般大部分來到我們中文學習易經 他都有他最基本的需要 那如何讓他先家裡面平穩 我第一個都是先教他這個風學學 讓他風學學這個部分最基礎的 內內外外能夠平穩下來 以後才教易經 但是我都要求他們一點 環事必須要知而行 知行要合一 你正道了 你才有那個心繼續這個 演讀下去 我自己都沒有正道了 聽歸聽 講歸講 沒有用 就是你自己去正道了 你自己去體悟了 你這個自然而然 你這個易經在寫 就會這個一直往下走 你就開始由淺而生一直在研究 那如果今天呢 大部分都是很多的有的意思來聽 但是聽沒有用 他天天剛好覺得像你在講故事 在描述一些這個案例而已 覺得進進有味 等到他真正這個有需要的 他可能不來了 但是如果是親身的去這個正道了以後 你這個再趕他趕不走 這是我的一個 這個對於初級班這幾年來的一個心得 但是還是回歸到剛剛 這個袁南老師講的 到後來就請他自己做功德 自己祝福自己的心 來改變人生就是誦經 是 所以說到後來還是真的要知行合一 是 雖然我們的易經風水廟法是那麼的殊勝 但是呢 我們的易經心法 那更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師父鼓勵大家誦經 也是希望大家呢 能夠把我們這一篇的心地更光明化 這是我們來上課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今天我們很高興 就是說這三位法師 都是貢獻出這麼多 跟所學的這個智慧 功德無量 祝福你們 阿彌陀佛 感恩 阿彌陀佛 當時我們也很感謝收看 《用約理人天》 師父很完想是開始 大家學業經 各家社會健台平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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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